乌克兰借由大量的无人机 反装甲飞弹 还有航空飞弹等不对称作战 不但成功地抵挡了俄罗斯的闪电策略 甚至还将死伤人数降至最低 所以现在大家的观点一定要清楚 不是代表你地大人多就有用 现在战争跟人多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现在都是暗箭战争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探索下一站 我是王瞳 近期大家有没有发现到有一个很热门的话题 就是觉得说 台湾现在打得过中国吗 如果认为打不过 那么你为什么还不投资军工产业呢 这就是重点了 军工产业就是我们的国防工业 所以今天我会告诉大家 军工产业重要之处在哪里 投资军工内股的三大优势有哪些 还有最近台美国防合作 对台湾的影响 当然也是最重要的 我认为今年最值得关注的军工概念股 也会在节目当中就告诉大家 同时再告诉各位一句很重要的话 军工股可以玩一整年 好吧 我们要开始正式进入节目 去年有很多国家的主权基金在抛售台股 股神巴菲特更是炒短线卖台积电 所以我讲他真的是要有一套 他表示台积电是全球管理最佳的企业之一 也是最重要的企业 你在五年十年或二十年后仍然可以说同样的话 但是我不喜欢台积电的所在的地点 那么这是他说的 所以我说每一个人都有资格讲话 都有资格来评论股市 但是重点是 您要怎么样分辨出他讲的是对的还是错的 经济学人也曾表示 因为处在中国的隔壁是世界最危险的地方 这些迹象都显示出 台海危机已经是全球投资人潜在的担心的风险 更有部分投资人担心中国可能会攻打台湾 去年中国在二十大全国党代表大会上 打破了不少中国过去的政治惯例 包括习近平第二次连任 迎来了第三次连任的任期 并且将中共最高领导阶层 也就是中共政治局常委 全部换上习家军的成员 这也代表习近平在掌握二十大之后 已经全面掌握中国的核心权力 几乎可以说是中国的习皇帝的存在 更是在军事委员会上的任命 出现比过去更强硬的对台政策 因此外界都在猜测 中国很有可能会在2027年 也就是习近平第三届任期结束之前 以武力进犯台湾 对 这是大家的推论 推论是一个未知数 我们来讲一个不好听的事情 万一2027年习近平生病了 怎么办呢 毕竟他的年纪已经那么大了 这些风险都不用考虑 不论是否成真 台湾都需要先做好准备 而国防事业就是我们表现战力的 最实际的做法 我们一定要先有人力自卫 自己防卫自己 那自己防卫自己怎么办呢 就要靠我们各方面的条件要健全 那么现在就找到重点了 国防事业要怎么发展 当然就是要烧钱了 我们就来看看台湾跟中国的国防预算 这是一个很大的对比 今年台湾整体国防预算是 5863亿元台币 比去年成长了13.9% 创下近年来最高 可见我们政府这几年对于国防 也是相当的重视 在这边我稍微透露一个类目 给各位知道 飞机战机的技术 航舰潜艇的技术 还有包括无人潜舰 我们这个技术早在20年前就有了 为什么20年前就有的技术现在都才拿出来用 你问当时的执政者不要问我 好了再看中国又怎么样呢 中国他们今年的国防预算是一兆5563亿人民币 换成台币大概是6.8兆 足足是台湾的11倍 哎哟 你单纯看数字 当然台湾小 当然台湾不够 所以我说 这些数字看起来好像根本没得打 干脆直接投上算了 对不对 错 其实我们不必这么悲观 因为我们在乌尔战争当中 我们看到了很多线生机 大家是不是知道以色列 以色列他们的沙漠当中发展出科学种植植物 用所有的水管接水 而且那个水管就产生滴水去灌溉植物 以色列它是在沙漠地区里 那为什么它做得出来 所以现在大家的观点一定要清楚 不是代表你地大人多就有用 现在战争跟人多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现在都是暗箭战争 那么乌尔战争的爆发 是许多人意想不到的发展 一方面是多年的和平时代产生的动荡 全球各国纷纷开始增加国防预算 那么另一个方面 这场看似实力差距悬殊的两国 竟然打了超过一年还没有结束 那战争期间 乌克兰借由大量的无人机 反装甲飞弹 还有航空飞弹等不对称作战 不但成功地抵挡了俄罗斯的闪电策略 甚至还将死伤人数降至最低 有效提高国人的士气 因此国内外的一些军事专家认为 也都开始要转向认为 台湾应该要仿效乌克兰 减少传统大型武器的投资 全力打造不对称战力 大家都知道说台湾有这个飞弹 熊二熊三飞弹 好厉害 的确很厉害 你知不知道我们台湾做一颗飞弹 价值要花一百万美金 重点是台湾做一颗飞弹只要三天 你知不知道中共的军舰 中共在水面上的驱逐舰 那一艘军舰价值十亿 造一艘军舰要两年 台湾只要一颗飞弹就把它打沉了 那么我们台湾呢 也将国防预算重点放在基建国造 提高装备妥善 补充弹药存量 并提升后备战力 积极发展不对称作战能力 现在的战争不是靠人多啊 你人多有什么用啊 好了 在这样的趋势之下 台湾对于军工题材的声量逐渐扩大 相关的概念股的股价也立刻飙涨 那整体而言 我们投资军工产业有三大优势 第一 客户忠诚度高 国防是相当高的机密 那是国家机密 不是说是一般企业想做就可以做的 而且这也因为这样 通常订单签订之后 就会不太会换人 合作时间也就会拉长 公司就能稳健获利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公司在签到国防订单后 就算获利还没有入弹 他们都会买他们的股票 就是大家认定获利是迟早的事情 第二 导账风险低 对的 你有听过国际军工业有导账的吗 从来没有过 对军工产业而言 客户通常就是国家 对比一般民间企业可能被倒账的风险就没有了 所以军工产业在这方面可说是稳定许多 最后则是周期时间长 对的 这个地方一定要清楚 军工用品一个型号就可以服役十几个或二十几天 除了采购之外 保养维修也是不小的利润 这里我就告诉各位 任何一个军工产品 尤其是这种攻击型的武器 不可能一天淡晚更新的 那么这种特殊规格商品 因为要求比较高的技术与稳定度 也不可能将这项独门技术作为规模贩售 也就是不可能再私下去贩售了 所以产品毛利比较高 对公司的获利也很大 我这边呢 顺便再帮你补充一件事情 大家可能有看到一档股票 叫做祝隆 祝隆本身就是做飞机引擎里面的重要know how 那么他就是有三菱重工业来投资它 而且给了它十年长期的合约 那就去年来看 各国不断地增加军事预算 和半导体产业从高点下滑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比如说未来三五年 将会是军工产业的高速成长期 因为连交货也好 都需要时间的 因此在台海局势逐渐紧张的现在 我们更应该要将目光放在军工概念股身上 不仅可以强化台湾国防的军事实力 也可以为我们带来不少丰厚的受益 前美国太平洋陆战队指挥官鲁德 在5月初的时候率领25家美国军工企业代表团访问台湾 并参加由美台商会与台湾贸易协会 共同主办的美台国防产业合作论 这一次这25家的美国军工企业代表团 还带了很多特殊的专利技术要给台湾 就是要请台湾的厂商 帮他们量身定做他们所需要的武器弹药 那么这25家的美国军工代表企业来到台湾的这件事情 我们的新闻就轻描带写一下而已 并没有做很深入的报道 为什么呢 里面牵涉到很多国家的亲密 那么这次论坛当中 美台双方会将针对无能载具 飞弹 船舰 战机 等领域进行合作 这里面很多众号是靠美国来提供的 毕竟现代战争 早已从传统的武器战演变成策略战以及科技战 无能机更是各国所研发的重点 关于无能机产业 过去我们节目当中也曾经和各位大家介绍过 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点击右方的连结来收看 对于美国来说 为了防范中国在各方面的威胁 台湾的战略价值来到前所未有的高点 所以美国会加强挺台的动机 台湾早在蔡英文上来以后第三年 已经正式站上国际舞台 这一句话也请各位一定要仔细地听懂 那么鲁德也表示 这次台美国防产业合作只是一个起点 注意只是一个起点 后面还有更多的好看的事情都会陆续来 未来希望能参与台湾国防自主计划 共同打造具有韧性的供应链 我也希望各位观众朋友们 你一定要把这句话仔细地想一想 所以千万不要再接受到错误的观点 哎呀台湾抹好了大错特错 台湾才是真正的永不沉默的航空母舰 那要知道 美国对于国防的投入向来很大方 今年的国防预算就高达8580亿美金 预计明年还为了增加3.2% 因此台湾只要有机会成为供应商 就算分到一小块 也可以让企业不愁吃喝很多年 这句话是很重要的 像是我刚讲的 铸龙一接就是5到10年 接到3年的单子就是10年的长约 台湾的军工产业来看 目前已经进入到真正的陆海空联合的大事弹 我这边稍微再补充一下 这个空还包括了一样 就是太空军 那太空军现在只有美国有 但是台湾一样有发展卫星 所谓的人造卫星、间谍卫星 台湾都能够做了 未来几年更有机会创造出破造的产值 过去半年台湾的军工概念股起飞 我相信这样的热度并不是一时的 国防产业是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重要的一款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产业之一 秉持着台海冲突、防范未来的态度 军工产业将会是我们投资人可以长远看待的目标 现在帮各位来讲一下 有几档跟军工有关的个股 第一档就是6829的千富精密 这家公司是2020年由千富实业 精科实业部门独立出来的公司 主要是从事精密零件的加工制造 我在这边顺便补充说明一下 千富代号8383 很多人都搞错了 千富它本身是做螺丝的 做螺帽的 你也可以说它做扣件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 大家都知道 飞弹的重要性 所以重点就是要快、狠、准 其中打得准是最重要的 这里面就牵涉到很多的细节 我们先来看看 过去怎么发生的案例 在2016年 你们知不知道当天 台湾打出一枚熊山飞弹 整个中国大陆所有机场封闭四小时 因为人家以为台湾的军队 要打飞弹到大陆去了 所以机场全部停飞 所以可以知道 台湾那颗熊山 中共有多害怕 好了 再来 包括雷达精准度 定位准确度 以及组装零件的品质 如果兵农相见的时候 战场上卡弹 是不是非常尴尬的问题 因此 这些关键零组件的精密程度 就等于品质的保证 所以这种东西没有人会省钱的 也没有人敢开玩笑的 就算只有差一个% 我想大多数的人还是会掏出这笔钱 而这就是所谓的竞争力 签富精密的核心竞争力在 可以给客户一条龙的服务 从制造到焊接组装 以及测试一手包办 而且本身也是爱国者飞弹 以及其他飞弹关键零组件的厂商 这些零组件的客户不太会杀价 因为单价高 高毛利率的商品需求就越多 公司的获利率也就越高 所以再讲过来 签富了股价涨到140几块 不是没有理由的 因此公司的营收与毛利率在过去三年稳定增加 今年第一季虽然因为半导体需求趋缓 公司的营收比较冷清 但是光电、国防、航太产业需求都有增加 而且国防、航太相关产品的毛利率更高 因此法轮圈能看好今年公司的营收成长动能 有机会再创新高 达到双位数成长 我们再看公司短期股价上涨比较多 如果今年公司的营收能够如法轮预期 那么毛利率也能够提升 股价就有机会再涨一波 我这边必须要强调 股价上有很多面向要考虑到 不是说光看基本面 最重要要看营收、营利 还要看筹码的稳定度 再来我们看下一档 就是6753的隆德造船 这是我们国内老牌的造船厂 统计到去年底为止 公司已经造了565招船舰了 这个船舰包括了军事用舰 还有包括了商船 通通有 隆德虽然有造军舰的技术 但是台湾自解研之后 战争意识下降 海军采购数量与频率也比较低 因此收入也就来自外销 不过随着两岸关系紧张 加上台湾四面环海 海域防御也是国防的一个大重点 因此政府推出了国建国造的口号 让隆德越来越多的国内订单 一直不断的涌入 隆德除了造军舰跟无人船舰外 也能造民用和科研船只 这个就是大家要注意到这句话 很多造船的技术农德都有 目前公司在手的订单已经破百亿了 海军预估之后有两批高效能的舰艇案 投标金额有高达90亿台币 这些订单将为公司提供三年充足的获利 台湾你有听过无人潜舰 那么无人潜舰要注意 是无人攻击型潜舰 不是在垂底探测的那个无人潜舰 那么无人攻击型潜舰 是由谁造呢?隆德 谁研发呢?隆德 隆德已经百分之百研发完毕了 现在正在制造当中 要多久能够看到成果 这我不敢保证 那么我也没有办法详细地透露出时间 因为这个都属于机密事情 虽然目前货归轮船只还有过剩 但军舰的需求可是完全供不应求的状态 相信随着全球国安意识的提高 国防预算也不断地增温 寡占台湾造船商机的隆德造船 一定会持续收回 延续过去三年的营收获利 双成长走势持续升温 再来我们可以看这个股价了 然后公司今年3月才刚开始挂台上市 之后就一路走高 来到130元上下整理 根据研调机构的研究 Maria Research的推估全球巡逻体的市场规模 在2022年到2028年 会以6.21%的年增率稳定成长 而掌握关键造船技术的隆德将会从中受溃 连无人攻击型潜见都是隆德在做 那么你先想看隆德是不是有特殊技术 大家仔细地想一想 因此公司后续的股价表现 应该还会有向上突破的机会 今天王瞳也花了点时间帮各位做了一集节目 我想这一集的节目时间会比较长一点 最后想要问各位观众朋友们 如果您认为中国有没有可能会武力攻台呢 欢迎您在下方留言 那么未来我们还会介绍更多相关投资理财的产业资讯 希望我们的节目的朋友们 欢迎您按订阅按赞 那加上分享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就是你给王瞳最大的鼓励 才不会错过新影片的通知咯 探索下一站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一次再见